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说 美国正在核实有关的报道 我们看到了有关他在索马里被打死的报道 目前正在设法核实 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 奥马尔哈玛米2006年移居索马里 目的是参加青年党 据信他为这个恐怖组织的媒体和军事活动出了很大的力 前基金分子对索马里语语组说 哈玛米在索马里盖多地区的藏身地被打死 青年党经常用于宣布袭击消息的推特账户上 并没有立即证实这一消息 9天前 哈玛米在接受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 他已经脱离了与青年党的关系 并指责该组织头目 祖贝尔不择手段的争夺权力 哈玛米在采访中表示青年党想杀死他 美国政府指责哈玛米向青年党提供物质支援 并悬赏500万美元捉拿他 BOA卫视报道 欧阳至注大了 雷传 bile 三崩壁 回事 大雷传 可以 郷,